經過這兩年的疫情,我真的很想 全職躺進去 我真的想著拍攝 當時FORM最好的 最好的人版 日本都玩了 日本我不熟悉 我又不是特別最喜好 當然他又繼續 我猜這個人如果開播 搶春欲動 他搶春欲動很久了 我也搶春欲動 因為最近我剛才一說 其實行內有很多行家 我自己都開始聽到 動了,泰國,韓國 這些開始首度先度計劃 開始拍一些簡單的事 或者飛你過去 這些計劃我開始聽到 聽到的時候 第一我很羨慕 但我更加覺得很欣慰 就算去的那個不是我 起碼有人去 還有人想 你有人做 有人做到 有人去到 他快樂 最少那個不是我 我認識這個 第一有人找禮賢 去泰國 跟他說 每個人都說去巴亭亞買樓 很便宜 隨便我亂說 當你以前舊東家 突然找你 第一叫你拍三四個 Feature 他跟我說 阿斌我兩三個星期 不回來做些一發行 不知多開心 我真心替他開心 我說你去吧 去吧 尤其是這個行業 過去兩年的沉寂 大家覺得有東西要拍 不知多開心 而去到這一刻 其實我可以幻想 例如我看到禮賢 當我剛才的故事 我亂說 我亂說 我也希望你會有 例如我去泰國 以前我可能會說 去泰國 看看經不經哪裏 幫我買東西 如果今天我聽到這個消息 我一句話都不會說 我會跟他 Exactly 我真的會跟他說 你很好享受 拍張漂亮的相片 又換時開心一點 不必掛念我 你明白嗎 你不會偷來買東西 這段真的不會 我真的想說 我現在開咪 說得明白 我打開口牌 哪一個如果發現 將來有人去旅行 而你叫那個人去買手信 你基本上是沒有 你基本上是心態差的人 你不當的朋友 你簡直是一個賤人 我告訴你 你應該這一刻 如果看到有人去旅行 你是快樂的 覺得別人 那種感覺是什麼 大家在一個監獄裏面 你聽到有人說可以放牢 你不在風 你只會叫他 不要吃淨點飯 不要吃淨點飯 你不會叫他折衡回來探望你 你明白嗎 你的衣服我會幫你收起來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類似是這樣的 那個狀態是 而且這陣子 如果有些人打齊了針 甚至乎有些人更聰明 想到一條天橋 銷售自己公司的老闆說 有業務過去泰國開會 瘋了 我聽過一個故事 是朋友的朋友 你踢爆了行馬通嗎 還是已經去了 已經在那裡了 話說怎樣 總之有個朋友 有個朋友 有個朋友 沒有溯堂的 不懂的 做一些買賣的生意 都是一些買貨買貨 不是炒股 不是那些 真的不實業 買東西 他就構思了 不知怎樣推銷他老闆 總之就是做一些泰國 因為現在疫情 他們開始放寬了 他們想做生意 那些人一定寧願跟你簽單 是 所以他就說 過去就幫你做市場評論 是 只是看而已 然後說過去做市場評論 就是逛街 簡單來說 兩個星期 是 兩個星期 好 然後最棒的是什麼 他就說 這個狀態 他也自費 有一部份 有一部份是公司 他也帶了他老婆去 嘩 最棒的是什麼 他老婆這陣子沒有工作 你沒辦法 現在沒有工作 老公叫他去 自己花一點錢 加個機票 兩口子 有些是攝影不了阿公 攝影不了阿公 至少在酒店也節省了 他過去只是度假 就是 老公所謂的工作 他只是播一下去看看 去到現場 然後可能大家 算 你今天去那個什麼廠那裡看嗎 我不去了 我讀骨 他就走了 很棒 然後玩了兩個星期 現在還在那邊 雲遊四海當中 多麼快 我看到一個故事 我狀態 我都覺得 你們是賤格的 不過我替你開心 那時候是騙你們賤格的 但我又覺得 挺好 這些事情 你會替別人開心 所以我就說 這是其一 其二就是 我也有點擔心 擔心是甚麼 就是如果一開 跟你有得去的話 那就慘了 情況就等於 你放假去東涌 放假去南媽島 一模一樣 駕機票的第一件事 我也在想 會不會爭 一定爭 是嗎 一定爭 因為我很久之前 你想想這次還不是報復式旅行 是不是 我覺得一定會 沒有可能 因為我上次跟阿Jack 很久之前有說過 如果放回家 第一時間去 第一時間去 我再之前和他談過一次 就是一張去日本的機票 這個人一定要去日本 去日本 我就說如果去到 萬五元一張機票 普通的 普通的 萬五元 yes or no 今晚即飛 不要說其他 10時機場見 看看那段時間的經濟狀況很認真 真的看看 否則找到的話 就先 不是錢 那些 如果你說這段時間的狀態 我想我真是好 這個就是 你想想 你好 不只是你 全香港有多少人 這兩年 要的糧倉 燒乾燒正 差不多 好了 大家一開 你心裡的惡魔出來 哇 日本 不去 不去 你不去 對不起自己 萬五元 所以我覺得 反而在那一刻 是不會萬五元 我覺得 這麼便宜 因為第一 他要你過去 否則今天 我都不會每一匹頭 我會說 今天六點一 你知道嗎 蛤 他立刻醒了 是啊 六點一 反神秀 我跟他說 我剛才跟阿Jack 都說 五點九我開始動 五點九我開始動 摔他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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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似這種狀態 在這裡賺回來嗎 除非他六層 如果他之外 就算我去不了 他嫁好 我放回 那也是一回事 我沒什麼輸的可能性 我就說 這個就是其他 然後我就說 你去到那一刻 我覺得機票 應該未必會這麼貴 我覺得多人搶 是 是啊 都是的 我相信 那些傢伙都不停排 就算你買都有點困難 不要說價錢 當然價錢是重要的 如果你買五元 可能很多人都不去 但如果你說正常價 那些四五千 我想 我想他可能在這個位 你選不到漂亮的時間 甚至可能你想去日子 沒有 我想過晚 VCAN一定搞不定 是 VCAN一定搞不定 你想想 喂 你還不是星期五 分钟請半日假 飛過去住三晚 剛才我說 全香港所有的問題 只需要你給香港人去旅行 所有東西就會迎刃而加 這個立場我從來不變 但我在想 當這個問題解決了之後 由全香港那麼多的各行各業 唯獨只有一個行業 是最糟糕的 其餘全部都應該是受惠的 交通、運輸、飲食、零售 什麼什麼都好 唯獨是HR部門 因為你們這些傢伙全部都是弟子 放假 嘩 我不走 派到哪個 災難式逃脫 你明白嗎 我派到哪個 我當你只有三十人公司 都好 全部一人一張 對 我告訴你 真的 全部都說五下午放假 對 五下午放假 我一來幫我清理 你一炮就幫我清理 我告訴你 這樣的狀態 這也是很期待的 但我先回到原本 聽到開始有人拍 因為都是那句 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做傳媒行業 始終某個程度下 你當作是先驅 更加某個程度下 是商業的操作 為什麼會有這些節目 或者說這些 為什麼會開始有這些想法 送給你 營造氣氛 對 放些休仔過去 去泰國 拍攝當地的resort 現在怎樣 大家還記得哪個宅度宅是怎樣 因為大家知道他正在來 It's coming 你總會被人先走一步 起碼要介紹 現在最新的狀況是這樣的 大家一開關的時候 就可以衝去那裡 是啊 很簡單 除非你直接在那裡住 但你在那裡住 那麼多湖衛衝嗎 當然 而且你又不是那個同步呼吸 是啊 因為主持都在香港 停了兩三年 沒錯 然後你過去 那個心情是不同的 不是 因為胡桂衝 譬如我當他跟人介紹泰國 那他可能是日常 日常 你不怪 你找我們過去 是啊 我們那個興奮的樣子 你可以感受到 我去都一樣是這麼興奮 哭出來 可能有些人 真的 跟你很冷靜地介紹 是兩件事 你嘗試過去 那個氛圍完全不一樣 我現在放你去泰國 然後吃一碗冬蔭光 去窄途宅 我告訴你34度 哭啊 難得太 不是啊 感動啊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等著大家 出本重溫聲音客載服務 連費1000元 請即訂購支持